海龙王的龙宫 听完龟丞相的描述后,海龙王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他道,我知道了,那个家伙现在在哪,那便由我去解决那个家伙吧。 龟丞相,你照顾好兵龙前辈,石鱼小有等,我去去救回。 还有,给我死死的茶,这家伙究竟是怎么诞生的,你刚是不是说他是从七岛的方向过来的? 妈的,我就知道那群家伙不安分,当初他们就没少给林峰捣乱,现在又来。 水淹七岛水淹七岛水淹七岛。 海龙王越想越起,千万别让他查出来什么。 不然,他绝对会怂恿其他龙王,一起去找七岛麻烦。 七国联盟又如何,东皇肯定站龙宫城这边。 我先去解决那头毒龙。 另外喊先龙王回来了吗?圣被治不好的图腾辐射,只能找他了。 老龟道,找了找了。 听着海龙王暴怒的大骂,冰龙和石鱼插不上话。 不过,随着海龙王做出决定,石鱼还是忍不住问。 您要自己去吗? 会不会有一点危险,对方也是图腾。 冰龙客气道,需要帮忙吗? 海龙王道,这次龙宫宴会是我负责,自然是我去,不用担心,图腾与图腾也是有区别的。 一个靠辐射变异的图腾罢了。 他可是靠着出神入化超阶技能,外加龙神一技中的传说及资源,两者共同加持下,晋升图腾的。 再加上他又是龙族,解决一个小图腾,轻轻松松好吧。 跨入图腾几百年了,如果再打不过一个刚刚变异的图腾,他也不用叫海龙王了。 不过,冰龙前辈是想要出手吗? 如果能有冰龙前辈相助,我们肯定可以更快解决那混蛋。 海龙王快速道。 冰龙。 我特么就客气一下,你还真让我帮忙去。 像话吗? 我是客人啊? 当然,靠我自己肯定就够了,主要是在下觉得,这或许也是一个机会。 试想一下,便意图腾作乱龙宫城,如果冰龙前辈能同我一起解决他,龙宫城千万子民一定会感激有加,这对于您日后加入龙宫,建立自己的势力,收集自己的信仰,也是有一些帮助的。 冰龙前辈,你觉得,是不是这个道理? 啊这!本来,冰龙是十分丑惧的,并不怎么想打架。 尤其是在海洋打架。 但是,他仔细一想,海龙王说的,似乎有点道理。 他直接加入龙宫城,虽然有龙会欢迎,但未必全部海兽都会热烈欢迎。 可是,如果他刚刚来到龙宫城,就携手海龙王解决了一个龙宫城的大敌人,那么民心所向的情况下,他这个龙宫城女王,简直是太货真价实了。 实地说过,民心才是收集信仰之力的根本,的民心者的天下。 冰龙沉思了一下,好像他和海龙王联手,解决一只变异图腾,的确不是什么难事。 既然要长期在龙宫城生活下去,这波功绩,可刷。 冰龙道,说来惭愧,我也是这么想的,一切都是为了龙宫城子民。 海龙王道,是啊是啊,那冰龙前辈,我们一同前去。 吼! 时雨,重重。 片刻后,海龙王和冰龙就一起离开了,只剩下了时雨和重重在这边有点恍惚。 老实说,虽然很想看图腾打架,但是,这个热闹,他时雨就不凑了。 这又是毒的又是辐射,怎么想也不是他一个小小大师能插手的,让霸海传奇去还差不多。 时雨阁下。 此时,龙丞相漂浮在天空中,一脸哀愁,不知道该怎么接待时雨。 时雨。 这些果子,我们能吃吗? 奶奶的,海龙王拿出这些真果一果,没有低于五级的,他甚至还看见了七级真果,不吃白不吃啊。 当然可以了,不过,能不能请时雨阁下单独在这里待一会儿,老规我想去看看中毒者的情况,现在应该有一批中毒者运送到龙宫城秘境了。 现在不少海域都被辐射污染,不少海兽都被毒素侵蚀,如果无法解决,海龙王大人估计会很头痛。 时雨收回来了重重,微微沉默下后,道,那不如我跟您一起去吧。 啊!龙丞相一愣。我也有一只宠兽掌握治愈能力,或许可以跟您一起去看一看。 算了,果子什么时候都能吃,他现在想看看让龙宫城上上下下都束手无策的剧毒是什么玩意。 这参宝宝能不能用变异体系过来制造个毒果?以后给敌对霸主吃下,无敌好吧。 龙丞相立刻泪奔,道,虽然很不信任您的能力,但是太感谢您的好意了。 时雨。你礼貌吗?你这只乌龟,会不会说话? 东黄谷国与七岛之国交界海域。海域之中,一只高达百米,形似双足站立的巨大黑色恐龙的怪兽正一步一步行走着。 它每走一步,身体所接触的海域,都会瞬间被一股黑色辐射所污染,被污染的水流涌动下,无数海兽出现中毒迹象,近乎运死过去。 猴。怪兽毫无目的地行走着,时不时口中凝聚散发强烈热量的射线,射线扫去,大海几乎瞬间蒸发。 猴。这个怪兽持续地破坏,似乎体能无穷无尽。 大部分海兽都在疯狂地逃窜着,不过也有生物主动接近这只怪物。 天空暗了下来,雨雪交加,狂风呼啸而起。 猴。乌云之中,出现了两尊庞大的巨龙,一个是标准的东方神龙,一个则是西方的冰霜巨龙, 两头巨龙盯着下方的黑色怪兽,目光中充斥着审视着的意味。 能量波动好诡异。 冰霜巨龙道。不过,力量倒不是很强。 他道。海龙王道,毕竟是刚刚变异成图腾。 随着海龙王和冰龙出现,巨大怪兽也慢慢浮出水面, 看到了它们,捕捉到强烈的生命气息后, 它的破坏欲望更深,口中缓慢地凝聚炽热的白色光束。 轰。 它兴红的目光看向了海龙王和冰霜巨龙, 足以轻松重创一尊霸主的赤热光束轰然朝着两尊巨龙扫去。 吼。 我来。 下一刻,伴随天空中一声大吼, 方圆数千米的海域瞬间结冰, 连巨大怪兽的身躯和赤热光束都瞬间被冻结, 周围的时间仿佛静止一般, 天空中,冰霜巨龙浑身冒着天霜寒气, 龙威直接爆发。 怎么样。 吼。 冰龙前辈, 我刚要调集自然之力, 你就给我冻住了。 吼。 啊这, 咱俩这属性, 不怎么好配合啊。 双引号。 两头巨龙猛逼的交流间, 巨大怪兽身上散发出红色的热浪, 身上的冰霜开始缓慢地融化, 与此同时, 冻结赤热光束的冰霜也逐渐开始融化, 轰然间, 怪兽身上的冰霜全部碎裂, 伴随一声巨吼, 炽热的光束依然迅猛地朝着海龙王和冰霜巨龙扫来。 好, 交给我吧。 这一回, 海龙王大喊道。 龙宫成秘境。 净水岛。 龟丞相带着石雨来到了这边。 此时, 的确已经有许多中了毒的海兽被传送了过来了。 超凡级, 统领级, 君王级乃至霸主级都有。 庞大的净水岛上, 漂浮着一个又一个散发着白色光晕的水泡泡。 每个水泡泡上, 都有着一个皮肤发黑的海兽。 这些泡泡下, 一只不到一米, 有着洁白外壳, 内部白珍珠上有着灵动的眼睛的珍珠生物正慌忙地处理着什么? 周围, 还有一只巨大的粉色水母, 以及一只蓝色的珊瑚生物, 跟着龟丞相到来的石雨看了一眼, 瞬间认出了它们。 圣玉光备。 焚海仙灵水母。 天蓝星珊瑚。 全都是霸主种族的治愈类海洋生物, 最主要的是, 这三只海兽,成长等级也都达到了霸主级, 强大无比。 除了它们外, 周围还有许许多多的君王级治愈类海洋生物, 也都在忙前忙后, 检查着送来的一只只中毒海兽的情况, 尝试用自己的各种不同技能治愈它们。 圣被医师, 圣被医师, 情况怎么样了? 夜叉霸主他。 带着石雨过来的龟丞相来到净水岛后, 紧张地问道。 圣玉光备看向了龟丞相, 摇了摇头道, 不行, 不仅夜叉霸主的伤势无法恢复, 其他海兽的也是一样, 我们用尽了方法, 都无法净化它们身上的辐射毒素。 啊! 龟丞相茫然地看着半空中漂浮的无数泡泡, 一阵无言, 怎么会这样? 不过龟丞相你也不用紧张。 圣被医师道。 虽然无法彻底净化它们, 但是我们已经减缓了毒素扩散速度, 等仙龙王大人回来, 肯定可以轻松治愈它们。 也, 也只能这样了。 龟丞相依厅, 哽咽无比。 仙龙王, 是一只海洋精灵龙, 龙宫城图棚之一, 擅长治愈与净化, 至今还没有他无法治愈的伤势和净化的毒素, 可以说, 他在龙宫城的龙园, 比龙神都好。 对了, 这位是。 龙宫城圣被医师看向了石宇。 此时, 石宇正在看着泡泡上的中毒者。 啊, 这位是石宇阁下, 海龙王大人的贵客, 他说他也想来看看中毒者, 我就带他来了。 龟丞相道。 石宇阁下。 圣被医师问好了一句。 不过, 此时, 圣被医师却发现, 石宇表情意外地凝重。 一只餐宝宝从石宇帽子中爬出, 也一脸凝重地盯着一个泡泡上的君王谢。 我说。 龟丞相。 现在把海龙王大人和兵龙前辈叫回来, 晚吗? 怎么了? 龟丞相一愣。 你们。 听说过云汉吗? 听说过云汉吗?